本视频由OMGXR赞助播出 这是一副普通眼镜 这是一副AR眼镜 你会选择哪一副 嗨 这里是Pink丹 今天我带了一副特别的眼镜 这就是本期视频我们要评测的 由萤幕科技推出的EMO AIR眼镜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对于AR眼镜 我自己也评测了好几款 那么今天这款EMO AIR究竟表现如何呢 就让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在正式评测之前 我先在网上查了一下 萤幕科技的资料 这其实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公司 成立于2020年 其创始团队来自酷派集团的 智能穿戴事业部 目前公司成员主要来自 酷派 华为 TCL等知名企业 作为一家创业公司 萤幕科技的slogan是 人生不设限 You are what you see 通过这个slogan 我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年轻的味道 而这种年轻的味道 也充分体现在了 EMO AIR这款AR眼镜之上 当我刚刚收到EMO AIR的时候 它的包装盒就带给我一种高级感 打开包装盒 可以看到左边有三个标着数字的纸盒 而右边则是一个眼镜盒 里面装着我们的主角EMO AIR 这个包装设计 在我之前接触的AR眼镜里是没有的 它实现了一种功能性与时尚性的统一 而当我把包装盒里所有的物件取出 我发现在数据线 眼镜部 说明书这些标配之外 EMO AIR还拥有不少配件 除了已经装在眼镜上的墨镜片 瓶光镜片和鼻托 包装盒里还有一副蓝光镜片 一对近视镜面框和另一副更大的鼻托 如此丰富的配件 让当时的我对于这款AR眼镜的外观设计充满了好奇 当我把EMO AIR从眼镜盒里取出 它的造型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目前这款产品包含两种配色 原界黑和演绎绿 低调内脸的朋友可以选择纯黑配色的原界黑 而像我这样的潮人 自然会选择黑色与绿色撞色设计的演绎率 作为一款AR眼镜 EMO AIR的镜框很厚 而且前后都可以安装镜片 带有颜色的墨镜片或蓝光镜片 安装在镜框前面 而平光镜片或近视镜片 则安装在镜框后面 像我这样的近视用户 可以拿着一对近视镜片框 去眼镜店配镜片 这种组合式的设计 可以满足不同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同时粗框的设计 会带来非常明显的瘦脸效果 如果说之前的AR眼镜 经常会让大众消费者 联想到Nerd这样的词汇 那么EMO AIR 都让我想到了一个 苹果发布会里经常出现的词 Gorgeous 在光学设计方面 EMO AIR采用了单目的 垂直阵列光波导光学系统 眼镜的右眼镜框 偏左上角的位置 安装了一枚波导片 相对于行业 普遍在2毫米的厚度水平 影幕自研的波导片只有1.5毫米 而且还实现了全彩显示 和2万比1的对比度 在行业中绝对处于领先水平 而在产品形态上 与目前大部分AR眼镜需要连接手机 才能使用的分体式设计不同 EMO AIR采用了独立运算的一体式设计 所有的电子元件都集中在采用半透明材质的镜腿内部 右镜腿的侧面还是一个触摸板 其底部提供了电源键和万能键两个物理按键 左眼镜框侧面有一个摄像头 两个镜腿靠近耳朵的位置 各有一个扬声孔 右镜腿的末端有一个Type-C接口 如此紧凑且简约的设计 高科技属性直接拉满 充满时尚感的外观设计 灵活的镜片设计 领先的光学设计 再加上一体化的产品形态 EMO AIR是第一款让我产生购买冲动的AR眼镜 说完了产品的外观 我们来看一下EMO AIR的主要参数 基于垂直阵列光波导的光学系统 EMO AIR拥有26度视长角 640x400单目分辨率 2GB内存以及32G存储空间 一颗500万像素定焦摄像头 机身重量为79g 支持2.4G Wi-Fi和蓝牙4.2标准 操作系统采用安卓10go版本 老实说 这些参数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直观的感受 下面就让我们实际体验一下EMO AIR的功能和效果 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EMO AIR的交互方式 目前用户可以使用右镜腿侧面的触摸板 进行左右滑动确定和返回的操作 同时其下方的电源键和万能键则可以进行开关机和返回的操作 在实际体验过程中 我个人感觉这种交互方式还是有点不方便 而且在公共场合 频繁滑动眼睛腿确实也比较设施 好在荧幕科技后续会推出一款交互戒指 到时候所有的操作通过这个戒指就可以实现了 这一点还是让我非常期待的 作为一款采用安卓系统的智能设备 除了打电话 手机常用的功能EMO AIR基本上也都有 所以先从我平时最喜欢做的事 听歌开始吧 EMO AIR自带两个扬声器 而且预装了QQ音乐 不过当我走在街上 我发现基本上是听不清楚的 因为噪音实在是太吵了 而在室内 包括在地铁里的情况下 当我把音量调大 听音乐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时候又会产生一个新问题 那就是你旁边的人也会听到 所以目前最适合的使用场景还是在家里 除了听歌 我还可以用EMO AIR看视频 虽然其应用商店里可以找到像 哔哩哔哩哩这样的视频来应用 但我个人还是推荐用手机投屏的方式 安卓手机和iPhone都支持投屏 找个舒服的地方 用手机选个好看的视频开始投屏 然后你就可以躺着慢慢欣赏了 爸妈再也不担心我躺着看视频时 被手机或iPad砸到脸了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拍照效果 由于EMO AIR内置的摄像头只有500万像素 所以我对于它的实际拍摄效果并没有过多期待 而结果也确实如此 对我来说 用EMO AIR拍照片或拍视频 更多的乐趣在于随时记录生活 虽然这事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做到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专属于AR的玩法 比如沉浸式吃播 另外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就是实时翻译 EMO AIR内置的翻译应用 EMO翻译 支持中文英文和日文的三语互译 我个人感觉只要不是长篇连续的英文或日文语音 一般的日常对话还是没问题的 这样当我和一位外国朋友各自佩戴一副EMO AIR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可以实现流畅的日常交流了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提词器功能 其实实现原理也非常简单 EMO AIR可以打开目前主流的文档格式 这样我在进行演讲或发言的时候 就可以边看文档边说话了 下面我想说说在体验过程中 我发现的EMO AIR的一些缺点 首先弹幕显示对于AR眼镜的体验来说 还是打了一个折扣 其次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的环境的亮度是不同的 而对于AR眼镜来说 过亮和过暗的环境都会影响我们观看的体验 再次就是尽管EMO AIR已经将机身重量降到了79克 但是长时间佩戴 对于用户鼻梁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其实以上所有的问题综合下来就是一个问题 那就是现阶段的AR眼镜 还远没有达到堪比智能手机的成熟度 其实际体验效果也远没有达到大众消费者的预期 而解决方案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断地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 用发展来解决问题 OK 在视频的最后我们来对EMO AIR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从产品形态来说 我认为EMO AIR选择了一条困难但是正确的道路 那就是采用一体化的类似于普通眼镜的产品设计 相对而言 头盔形态的AR头显更适合企业级的使用场景 而分体式的AR眼镜则只能算是智能手机的一个配件 未来成熟的消费级AR眼镜必须是一款独立运算的智能设备 其次EMO AIR目前的功能和性能 距离让大众消费者真正接受的成熟的消费级AR眼镜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就好比是在2007年推出的iPhone初代 它在很多方面都为后世的智能手机奠定了基础 但是距离其后代产品iPhone4真正在全球大卖还要有三年时间 因此现在我们只能说EMO AIR开了一个好头 后面仍需加倍努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在现在的时间点EMO AIR的目标群体到底是谁 我个人认为除了喜欢尝鲜的科技极客 最适合它的用户则是那些追求时尚的潮流人士 与其说EMO AIR是一款采用一体化眼镜形态的AR头显 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款带有AR功能的时尚眼镜 EMO AIR是第一款让我产生购买冲动的AR眼镜 同时它也会是第一款纳入我个人收藏的AR眼镜 多年之后 当我和朋友聊起消费级AR眼镜的时候 我会拿出这款EMO AIR 一切都要从它开始说起 这是一副普通眼镜 这是一副AR眼镜 十年之后你会选择哪一副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就点一下关注 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期待在下期视频中和你不见不散 我是PING蛋 We are the future 拜拜